我是認識一些比較年輕的小朋友的 然後甚至有收一些乾女兒 In case you didn't know 我46歲了 大概十幾歲二十出頭的女孩子 我真的生得出來 所以有時候 我跟他們走得比較近的時候 我就會直接說 你們是我的乾女兒 那他們也會很高興的叫我Daddy Yeah 那有時候跟他們聊天 我就會發現到 他們對於所謂的信用評比是沒有概念的 不怪他們 因為當年的我二十出頭的時候 也對所謂的信用評比 一點概念都沒有 我甚至也不知道信用評比是一個 需要慢慢今年累月去累積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今天做這樣一集 雖然說我的觀眾群 多半沒有那麼年紀低的人 可是無所謂 我們就做看看 所以年輕人應該要知道 什麼叫信用評比 所以信用評比其實就是你的credit score 所以我們加一個分數 這個字在credit後面 就OK了 所以credit score就是你的信用評比 每個人都有一個信用評比 那誰給你的 我多半是從你交易的機構 就你有金融往來的機構 給你一個分數 他們能替你打分數 那你說有什麼機構 最常見就銀行 說真的 OK 有什麼其他我也不知道 事實上我也只知道銀行 那 怎麼去累積它呢 我們講簡單一點點 就是你需要一直用 我講一個我所最清楚的 就是不要欠錢 你可以你借錢還錢 借錢還錢一直重複這個過程 然後中間都不要 就是有違背這個還錢的動作的話 你不要欠了以後結果信用卡再連最低額都沒有繳這樣子 然後你就持續累積利息下去或什麼幹嘛的 那樣你的信用評比就會不好 所以要是你能夠例如說每個月花那麼一點點錢 用你的信用卡去花刷一下 然後你可能會跟我說沒差 我事實上銀行裡面的現金很夠 花現金就好了 因為真的有小妹妹這樣跟我說 他們不知道怎樣賺錢賺的不少 然後他們就說我都用金融卡直接刷錢這樣子 我就說不要 因為你這樣沒有累積信用評比 你要用你的信用卡去刷 也就是說你去跟這個信用卡公司借錢來消費 然後等到信用卡賬單來的時候 你就把它很阿沙利的都付掉 那他們就會覺得你是一個有借有還的人 而且你只要持續一直做這個動作 他們就會覺得你的信用僅厚 因為你一直都在有借有還 所以這個累積很重要 那包括像例如說你買房子貸款 或者是你有一個信貸或什麼這些的 你都有把它還掉 你都沒有一直你沒有欠款的話 你都在這個規則裡面走 你的信用評比就會往上升 那這個報導講的是很有趣的一個東西 就你的信用評比要是到了一個高度 你在往上累積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你基本上已經可以做任何事情了 什麼叫做任何事情 就是如果你需要貸款借錢的時候 你的信用評比高到一個程度 你就一定可以借得到 再上去是沒意義了 所以我讀一下標題給你聽 所以這裡有一個詞叫brag and rights brag這個字叫臭屁 還有一個詞有時候會看到叫boost 或者show off是最常看到的扣譯的用法 可是這個brag總之就是垂墟臭屁什麼事情 還有一個詞叫humble brag 和在一起 humble就是謙虛 加一個brag什麼叫做謙虛的臭屁 就例如說 你不知道就是我每個月都要去泰國好累喔 我每個月都要去日本好累喔 因為我爸就很愛去日本玩啊 那我就只好跟他一起去啊 那他都一定要帶我去 他也不帶我弟去 也不帶我妹去 就是一定要帶我去 他都不知道我很累呢 我很討厭旅行 所以聽起來你好像在很謙虛的說 你很討厭旅行你什麼什麼這樣 可是你知道你是在臭屁 你爸都會帶你去日本玩 這就叫做humble brag OK好 所以什麼叫brag and write 就是你有那個臭屁的資格 OK brag and write 他一定是ing的結尾 brag and write 什麼叫臭屁的資格 例如說假設 假設你有一群朋友都非常愛旅行好了 所以他們常常可以很臭屁的說 我就是我可以 我去過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是大家很少去過的 那結果你的旅遊往往一直都停留在東南亞而已 那他們都是去歐洲啦 去魯比河啦 甚至有人去過非洲啦 那所以他們在臭屁去過的地方的時候 你都講不出話來 因為你 again我剛剛說你的旅遊地點都限制在東南亞 結果後來你存了一筆錢去了一次冰島 哇回來之後你就可以跟他們說了 你不知道我上去冰島什麼什麼怎樣 就你贏得了你的brag and write ok 好臭屁權這樣子 權利 好所以那這個credit score大概是多少 我們就往下來看一下 所以我現在看了報導我也才知道 所謂的完美的credit score就是850分 所以a perfect 850 credit score is impressive you don't necessarily need it to unlock the best benefits 所以你不需要850分就才能夠去解鎖所有的好處 所以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所有的好處 我們可以往下看 所以典型來說一般人到了700多 so once you hit the mid 700s you are considered to have excellent credit and there is no practical benefit to scoring any higher 所以你只要到700多700中的時候 你就已經被認為是有很棒的credit 很棒的信用了 所以在網上事實上是沒有太大意義 it's just bragging rights above that threshold 所以threshold這個字就是一個分水嶺或之類的這樣子 所以過了那個界線 就其實都沒差了這樣子 好我們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的話其實大概就是 然後他說exact number呢 這個是 varies by lender 所以就是借款單位他們所謂的這個好的credit就也不一定 那可是差不多750到740到750 ok 所以我讀一下好了 so the exact number within that mid 700 range varies by lender but usually a credit score between 740 and 750 will qualify you for the best terms with credit cards and auto loans yeah ok 所以只要740 750的話就會讓你去 在記得例如說車貸或者信用的貸款的時候 你就有最好的一些條件了 the best terms這樣子 那我記得我第一次辦到 這個華臺台灣辦信用卡的時候 我的額度好像只有2萬還4萬還多少的 相當低 那可能就是我慢慢累積累積信用之後 我現在的信用卡似乎可以刷到10還20萬我真的忘了 我上次有看一下那數字不過我只是看一看我根本不會刷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我就有慢慢累積起了這個credit就是了 so a 760 will typically get you the best rates on mortgages 所以要是我們講到mortgage這就是房貸 所以mortgage的話你只要760的信用評比的話就可以得到最好的利率了 所以你看要是你信用評比不好 也不是說人家一定不會貸給你 就算會貸給你 就是就算會貸款給你 他的他的rate他的利率也不會非常好 那你要是信用很好的話 rate比較低 所以這個不太是人能決定的 我相信一定有人能夠去決定這個事情 在比較高層的地方 可是他你還是得立即於一個好的數字上就是了 大概OK 好所以這邊也給你看一下range是什麼 就包括pool的話300到579 那還OKfair的話就580到669 good就670到739 verygood就是740以上到799 exceptional就是800到850 所以他的意思大概就是740以上 其實已經很棒了 再上去就只是在臭屁而已 那怎麼查得到 其實我也不知道 可能要打電話去銀行問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要怎麼improve你的credit score 其實就我剛剛講的 差不多就OK了 然後下面有一些方法了 我們就不看了說真的 有興趣的自己去看 所以這個東西並不是太難找 尤其你找我的這個影片標題的話 應該就找得到 好我好長喔 落落長 這個要看事實上 其實我覺得這資訊很有用 只是我因為不是教這個東西的 而且我也不是專家 那我們把英文看一看大概也夠了 好啦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